在南投玻璃小镇上 有一家可说是传奇汤圆店 平日假日人潮就不断 遇到冬至年节 抢买汤圆的盛况更是热闹 老板娘苏碧纯坚持手工制作汤圆 从外皮到内馅都是真柴实料 鲜肉大汤圆皮Q线香 而彩色大汤圆则是吸睛美味 还有七色的小汤圆 再搭配桂圆红枣木耳汤头 更是疗愈 小镇美味传千里 就连郭董 郭台铭都喜欢 这很多人回忆中的圆满滋味 包进多少人生故事呢 冬至到了 大家就要吃汤圆 又被挑起一个旋风出来 台北 真的吗 是啊 我刚刚吃还蛮多的 我吃了咸汤圆 软Q软Q的 它那个肉馅是知道是很新鲜的馅 这样子 那个高汤就是搭配得刚刚好 不会太咸这样 客人散不绝口 这用餐时间想找的空位 都很难的美味 就在福利小镇上 离百年妈祖庙不远处 本店招牌卖的就是汤圆 不论是北跑跑又迷迷的 鲜肉大汤圆 还是走彩色视觉疗愈性的 彩色汤圆 或是大猪小猪落一盘的小汤圆 Q弹口感 绵密内馅 红板价格超亲民 总是吸引大批老饕前来朝圣 谢谢 谢谢 两碗都要喝汤圆 有人在弄一拌 不快不能用 在柜台忙着招呼客人的 就是老板娘菜必全 店对总是排队的盛况 态度要亲切 动作要快 这下汤圆的手也没停过 鲜肉的汤圆是什么 就是大骨 干贝 还有干贝喔 你看 甜香 干贝丝啊 这样才会香啊 才会甜啊 自然甜啊 你看都是干贝 炫炫 不惜成本用虾子 干贝去熬煮高汤 熬到沉思精华进入汤头里 让人百合不厌 而手工包的大汤圆 吃起来咸香四溢 馅料和面皮堪称完美的黄金比例 一口咬下直多疲软 满满幸福感 这也是蔡必全 想要给客人的回馈 对 幸福感 每次来人买汤也都笑嘻嘻的 我要买红白的 因为我要嫁妻的儿子 就笑嘻嘻的 每个人 我要去家 我就我要拜拜 我要精神 老一辈的啊 他边吃边哭啊 他说我说你哭什么 想着完美 完美都以前人会做这个给我吃 这次没法做了 新乎外做了 也不会要做 大可乐的包衣 他一直要吃七八颗 客人的满足是菜必成最大的动力 而提到这在葡萄小镇的人气汤圆店 生意好的盛况 连老板娘自己都很惊讶 冬至到了 元宵到了 这个鸡又被挑起来了 很可怕耶 很可怕耶 当时刚开始 整天整夜都一直在包 大家像抢的一样 抢的 真的是抢的 那我都不能不敢想象 不堪回首 我的观念是你等 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办法我坚持这样 要现煮 你等 但是你在等的当下 你吃到的东西 你要有感觉说值得 客人要吃汤圆醉酒 曾等下一个小时 这要等的美味当然要值得 从一个退休老师变成了老板娘 蔡必成坚持自己做汤圆 这和成长背景很有关系 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 但是我们就是拿手要拌 我們要拌拌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自己最拿手的拿来做 就这么简单 结果一做下去就 人家接受度很高 因为市面上找到吃汤圆很少 没有做过声音的 我看客人来吃 等一下給我打包兩碗 等一下給我打包三碗 我就知道说他们能接受了 鲜肉汤圆的馅料的部分 我们是有这个 我们猪后腿肉的一个绞肉 那都是温体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猪油跟我们的后腿的 这个肉的部分 我们都是一比一的一个部分 下去做内馅的一个搭配 加入猪油让肉馅更滑嫩 增加口感 搅拌均匀后放入辛香料 看似简单 秘诀就是新鲜实在 东西就会好吃 所放下去的一些原料 都是比较属于天然性的 所以这些就是非常有 古早味的一个香气出来 因为爸爸妈妈都有一些年纪了 那你这些都比较粗重 粗重的一个状况 那体力上面他们也附和不了 所以我势必就得放弃一个工作 回来帮忙家里 后厂的补给全部交给了儿子苏杨志 从小看到大的工作 对他来说一点不陌生 馅料到外皮都不夹他人之手 真材实料一目两然 那我们这一些我们都是从我们的这个 汤圆的皮开始制作的流程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原糯米 这是要经过两年的时间 就是要用老的原糯米才能去做制作 因为它老的话 它的年性会更足 它的水分会更少 我们都纯粹都是用米下去做制作的 这个外皮的部分 那一般这个洗米差不多是十分钟 7号的米要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再进行磨米动作 面对每天至少要处理好几十斤的米 洗 泡 磨 反复不停的工作 都是为了制作Q弹的汤圆外皮 而米的重量和数量使明年增加 当初妈妈一个无心插流的想法 进成了小镇的传奇汤圆店 我是无挡无壮啊 就小兵力大功 小时候我们的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妈妈都会去制作这些汤圆 我们小时候都会一起帮忙 一起搓汤圆 这个是童年的乐趣 就是这个味道 那我们这个就是鬼火 那我们鬼火 我们就是适量的去夹到米面去 让它去搅拌成团 都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做汤圆 即使量再大 母子俩还是坚持手工包 包进的不只是客人的期盼 也是属于两代的核实记忆 这个偷偷的那边 不能在里面 里面会煮不熟 很多冬至的妈妈 阿嬤 都会买一些这个 给小朋友搓汤圆 因为靠近这个冬至 那其实我都是早上七点工作 到晚上 有时候到晚上一两点才回到家 把汤圆变成平民美食 越到年节时更为忙碌 彩碧纯一路以来 遇到的贵人很多 连郭董也爱吃他做的汤圆 郭董来吃了以后 他很低调 他当时都很低调 他叫我说 我煮了两三百汤圆过去 我跟郭董讲 那时候刚好也发生很多事情 我说给你改改运 吃个汤圆你会改运 我说好 那时候最顶峰人家会买单 会来看 会来吃 但是你要品质够好 才会持续 要不然你会昙花一现 有了迷人加持 让小店生意到达了巅峰 看似风光的背后 其实是每天劳心劳力的备料 工序繁复的 除了鲜肉大汤圆外 一颗颗鸡材小汤圆 也是要从打歪皮 加入各种天然的粉料 绿色是抹茶 红色是红麴 蓝色蝶豆花 黄色姜黄 黑色竹炭 还有原味芋头七种颜色 加入桂圆红枣白沫去熬煮 热的冰的都很名人 这一锅香道门口的肉燥 当初只是菜壁纯 煮给员工吃的家常味 没想到客人闻香 也想要品尝看看 尽一事成主顾 这汤就是我的灵魂人物肉燥 很多的东西靠这个 面 饭 米粉汤 就是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肉燥 我们先把它汆烫过了以后 洗干净的时候先炒皮 皮把它炒到出油 出椒 油 大致上撈掉 那个油不要 再把瘦肉放进去 台语讲的 炒的 炒得香就对了 整锅肉燥经过翻炒熬煮 整整要三小时起跳 让肉质完全入味 店里的肉燥饭成了另一个招牌 香浓焦脂不肥密 自然而成的食材箱 一路走来 蔡壁纯用真材食料留住客人 即使现在有了第二代接手 它一样掀不住 忙碌穿梭 只会把品质捕到最好 芝麻 芝麻粉在外面 这个是红麴 红豆 里面是红豆 纸米里面是芋头 用一块皮去分 甜餡口味的汤圆 是冬天的疗愈盛品 不同外皮包着不同的内餡 爆浆的芝麻 花生入口即化甜而不腻 来店里吃的客人常常是冷热通吃 咸的甜的都要来上一碗 喜庆的一样 让大家吃的事笑口常开 我们也没有很刻意 就是你一步一脚印的过来的话 你不要忘了初衷 店里的灶火从早上7点开始燃起 就持续烧着 不只是滚动出汤圆的可爱 翻炒出肉燥香 也是为了一锅独门火红辣椒而热起来 当然我是挑 看到台湾省最好的辣椒 他说苗栗有时候很好 但是苗栗产期过了以后 就往南一直找 加米酒 冰糖 冬斑酱 以前一斤炒 两斤炒 炒到变这么50斤 一次50斤 蔡壁纯口中常挂着的 食材不能省 品质要顾 这绝非口号 他不怕麻烦 只怕东西做不好 如同客人不怕等 因为美味 值得等待 我很感恩 老天真的对我很好 他给我 我随便这样信手 你来做一样东西 人家就 人家说 看不出我会做这个东西 看似一帆风顺的背后 有别人看不到的 踏实付出 菜壁纯用汤圆 温暖了每一个客人的 嘴里心理 在埔里小镇的每个平凡日子 都能圆圆满满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卓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台北市中市场二楼 藏着一家 荣获天下第一摊金赏奖的客家美味 得奖的鲜汤圆 吃起来特别Q弹 加上汤头满满的馅料 很多客人一吃就是几十年 当中很高纲的客家控吧 要先炸掉油脂 才有够味不腻的口感 另外苦瓜 更是很多饕客必点 微微的苦味 吃完还会回甘 这间摊子 现在由第二代接班 夫妻两人从料理门外汉 到迎下天下第一摊的竞赛 是经过了怎样的打拼 一起来看看 这里是由五星级市场称号的市东市场 在这里的一楼有卖了很多的鲜食 还有特色小店 到了二楼就像这样子有非常多的美食摊位 所以这里很多摊位都入选过天下第一摊 而在我身旁这一家就是在2020年入选了台北市天下第一摊的金赏奖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客家美味 休餐时间小摊热热闹闹的忙碌着 热气蒸腾中可以看到摊头上摆着一座小金人 上面就写着天下第一摊金赏奖 不少人专程为了这响亮的头衔 勿名而来 说够一个粉丼和切菜 好 人潮络绎不绝 说起摊上必吃的招牌 那绝对小不了这一味 热锅里沸腾滚着北泡泡的汤圆 同时庄瑞芳手脚俐落地抓一把芹菜蒜苗跟香菜 还有我们香菇肉丝跟油葱 你们油葱也是自己弄吗 对啊也是自己炸的 自己做的比较好吃吧 可是比较搞刚 对啊 我们的东西都很搞刚 你看我们从早忙到晚吃 真的 你们每天都这样吃 对啊 在热气饮晕中汤圆起锅 碗里一捞是满满的料 红白双色小汤圆Q弹有嚼劲 大颗的汤圆则包着满满肉馅 配着香醇的汤头 是很多人一吃上瘾的美味 咸汤圆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它的那个肉也不会就是太肥太油 然后它外面的那个皮 其实咬起来也蛮有嚼劲的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味道蛮不错的 12年级 国小 对 很好吃啊 而且阿姨都知道我喜欢什么 真的喔 对 吃到很熟 对 让人从小吃到大的这碗客家咸汤圆 最重要的精华 就是汤头里提味的手工香菇肉丝 先把虾米爆出香气 再跟炸好的红葱酥一起翻炒 接着换成猪肉 只见庄瑞芳卖力挥舞着锅铲 最后才到香菇下锅 每样食材都得分开炒 这功夫一到也省不了 这就是古早里 以前传下来就是这样 对啊 老一辈就是这样子吃啊 那因为现在 因为这个太费功夫了啦 所以要想做这个的就比较少 要把食材炒干炒香却又不能烧焦 光是这一锅就要花上三小时的时间 天热时炒到汗流夹背是最基本 麦粒翻锅更是费劲 甜甜炒也炒出不少旧伤 都是啊 整只手都是啊 曾经有个医生跟我讲 这个叫妈妈手 这个叫网球轴 这个叫五十肩 她说你剩下五十肩还没有中 真上的职业病是辛苦的痕迹 庄瑞芳总是负责在后厂忙着炒料 太太周姿君则在前面hold住全厂 夫妻一里以外的搭配 中间完全没有空班休息时间 一整天从备料到收摊 将近十三个小时忙得停不下来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啦 因为我觉得说你竟然要做吃的服务客人 就是尽量让客人来都可以吃得到东西 上班的时候不觉得累 回到家才会觉得累 因为放松下来了 夫妻俩每天守着摊位打拼 但过去她们都跟餐饮扯不上边 周姿君在化妆品专柜工作 大半的光鲜亮丽 先生则是开公司当老板 没想到金融海啸 却让他们受了沉重打击 家里的经济重担 一下子落到周姿君一个人身上 当年还要养育两个儿子 生活变得相当困难 就这么撑了好几年 一次机缘巧合下 周姿君的阿姨已经年近70 正好想找人来帮忙接班摊位 于是她们夫妻俩就从门外汗 开始了餐饮之路 还蛮辛苦的 做笔记 她站在旁边看做笔记 她就自己试就这样 你问她说 那我这个要加多少加多少 凭经验... 可是一开始就是没经验啊 对啊 你这个话跟我当初写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问 我就是没有经验 我才在问你说要多久啊 那她也讲不出来 你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对...你就是必须要自己要用心去看 自己去写 用蒜头炸出香气四溢的油 再把烫好的猪肉下锅炸 传统的客家控肉做起来很费工 先把血水烫出来 那你要现在下油锅去炸 就是要把这个油炸出来 你把油炸出来它会比较Q 比较好吃 而且不会那么肥 现在人也不敢吃肥 每批猪肉的油量不同 炸到什么程度 全凭经验 表皮略带金黄色就能下调味 跟一开始爆香过的蒜头下锅炒 香气冲向鼻尖时就能加水慢卤 这只是第一道 之后还得卤第二回 再放到隔天吃 才是恰到好处的味道 我们还会在第二次再用一次 它才会够软 因为我们的客人年纪都比较偏大 喜欢比较软烂的口感 太硬的话 太觉得比较硬比较吃不动 花费整整两天才能完成的控肉 透着油亮的焦糖色泽 吃进嘴里肉质肥而不腻 带点焦质黏嘴的感觉 单吃很够味 配着白饭大口大口吃更是爽快 很多人每次来都指名必点这一道 我一定会点这个控肉 控肉很好吃 就是特别有嚼劲 那我就觉得可以吃再吃再吃 每次来就会点它这样 都吃不腻就对 对 不会腻 有嚼劲而且它卤得非常的到位 这个味道是我觉得非常的古早味 我觉得在台北市里面 很少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家乡风味 好味道备受肯定 但当初夫妻俩刚接手时 都对餐饮业不熟悉 人生下半场才跨行 到市场一楼拜拜祈福 就成了周姿君每天的固定行程 刚开始的话当然是 我觉得会比较俗气一点 可能会祈求说让我们的这个摊位 就是客人能够多一点 然后我觉得只要诚心的话 其实都是 应该算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或许是诚心带来的机缘 周姿君突然领机一动 决定带着自家的招牌料理 参加天下第一摊的比赛 没想到一举多惊 那其实我会觉得 蛮不可思议的 因为当初我听说是全台北市 几乎有100多个摊商比赛 那他只举三名 也就是小池類只举三名 就是对我们的肯定 我们觉得蛮欣慰的 天下第一摊的肯定 不只让周姿君安了心 更让摊位打响名号 为了保留住最道地的滋味 对于食材 他依然讲究得近乎龟毛 总是会亲自挑选熊气 老板我要那个蒜头跟姜丝 都帮你准备好了 还有那个鹅白菜 鹅白菜好一把 对 好 还有呢 还有香菜还有吗 香菜油 这样子会不会太少 再一把好了 一把 OK 都是每天进 一定要每天进才会新鲜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位置 可以去冰这些食材 而且你每天进的食材来讲的话 对客人来讲会比较好 也比较新鲜一点 一摊走过一摊 采买完食材 就到二楼的摊位立刻处理 谁用上等的白玉苦瓜炒上半个小时 全程要不断的翻动 让雪白化成苦魄般的色泽 才能将苦味消除 炖成回甘的滋味 要用这个筷子搓看看 如果OK的 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 这是古早味 然后其实像很多人都说吃的 会有阿嬷的感觉 很传统的家乡味 其实苦瓜的味道 其实每个人感觉不同 但是我觉得它在料理过程中 它让它的那个苦味变少了 但是它香甜的味道出来了 那我吃起来就觉得 有回甘的感觉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天下第一摊 所以想说来这边试试看 它这个味道这样 吃起来也蛮不错的 对 是 果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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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感觉 一句名不虚传 是周子君夫妇俩日夜拼出的成绩单 摊位生意越来越稳定 如今儿子也跟着一起做 在忙碌的日常中 更拉近了一家子的距离 我觉得是蛮幸福的 对 因为我觉得 这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还有跟家人的一个零距离 其实我觉得幸不幸福 都是在于自己 只要你有这个心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行业 都没有关系 尤其是你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都可以 勇敢跨出不同的领域 周子君传承了阿姨的道地手艺 回甘的滋味不只赢得 天下第一摊的名号 更是人生的幸福回甘